近日 53岁的英国著名隐星 现任007詹姆斯邦德的扮演者 丹尼尔克雷格 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 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手印 这意味着 他已经登上了世界影坛的名人堂 而在15年前 丹尼尔还是一位 没有代表作的三流演员 这些的改变都要归功于 他拿到了007这个角色 但是飞翼也因此接踵而来 在丹尼尔克雷格扮演007之前 也许从来没有人会相信 这位身手不凡 风土边边的草号特工 能打成这样 丹尼尔绝对算不上最帅的邦德 甚至有点丑得让人过目不忘 可是他却偏偏用15年时间 重新定义了邦德的形象 他主演的第一部007电影 《大战皇家赌场》 就足以让人惊艳到刮目相看 《烂番节新鲜度》 竟然高达94% 观众爆米花指数也高达90% 不少媒体人和迷迷纷纷路转粉 此前黑他的人也慢慢销声匿迹了 最新制服由他主演的 第二十五部007电影 《无暇赴死》 作为告别制作 他的演技也丝毫没有拉垮 目前《烂番节新鲜度》 高达84% 观众爆米花指数也高达90% 连英国王室都来参加了 本片在伦敦的首映里 不知道米高梅公司 现在有没有后悔 当年没有和他再多前几步呢 喜欢欧美娱乐 关注江南电影